在台南新化區的信義路 昨天傍晚突然發生的塌陷 現場看到在人形磚道 形成了至少超過兩公尺寬的大窟窿 而且大片的鋼筋裸露出來 因此現場也拉起了封鎖線 水溝溝鞋上面的一個灘邦 可是這個灘邦整條的一個建築物 都是在同一時期施作的 那我們不知道何時還會再發生 這個窟窿的一個現象 根據當地里長表示 這在昨天下午5點左右 民眾通報是人形磚道 突然出現的大窟窿 由於這個地方是鄰近菜市場 再加上這個人形磚道鋪設 至少有30年以上 這個鋪設人形倒磚的部分厚度不夠 再加上鋪設的鋼筋 也出現鏽石情形 擔心這個塌陷範圍會越來越大 因此今天上午 台南市政府的人員到現場會堪 預計要擴大搶修的範圍 拉長到長20公尺 寬4公尺的這個地方 希望重新再檢視道路的安全性 以上是會掌握到在台南傾斜斜環埔內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